如何改变这种创伤模式呢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就是这个社会很多人其实 会诉苦抱怨不断 却不行动 你不愿意帮他的时候 还会反过来说 你没有同理心 其实是因为 他们有这种受害者心理模式 我们觉得他的经历很可怜 我们希望帮助别人 但是除非这个人自己真的很想改变 也就是说 他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脆弱和恐惧 并且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为自己的行为和人生负责 不做环境的受害者 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引导的 也就是说 告诉对方解决问题的思路 至于具体怎么做 对方自己去整合自身资源搞定 如果对方需要钱 不要直接给钱 告诉他赚钱的思路 就像我教导大家 显化的方法一样 大家自己去显化 我们做心理咨询前 也会先评估一下 这个人到底有多大动力去改变 接还是不接 如果接了 是稍微用点力气呢 还是尽心尽职 对于那些只值的抱怨 不打算改变 一说改变就 我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我做不到 那个太困难了 或者直接转移话题的人 我们就会判断对方 并没有真的想改变 可能他内心的确也想改变 但是他心有余儿力不足 那结果也是一样的 因为改变肯定会牵扯到 主动性 行动力 持久力 和受挫力 光凭脑袋响 嘴头上喊口号 没用的 即便采取行动了 能够持续多久 也是个问题 有的人呢 就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就放弃了 有的人坚持一个月 甚至三个月就不错了 但是我们说的改变 是这个人 持续的觉察自己的思想 与行为模式 并在意识到问题后 逐渐改变自己的应对模式 直到最终有一天 完全改变成新的模式为止 这个才是一个人 最终会改变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想改变自己的行为 模式和思维模式也一样 要意识到 这个是个长期的 螺旋上升的过程 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的 另外就是 我们对于脆弱和受苦 认识不足 在一段关系里 谁痛苦谁改变 如果一个人 他在这段关系里 舒服得很 那他是不会想改变的 你去同理NPD 他就很舒服 因为他有你这个供给 那他怎么会想改变呢 根本不会的 而如果一个人 哪怕在不舒服的 不适合自己的环境里 还选择继续待着 只能说 他要么害怕被抛弃 导致生存焦虑 引发出来的情绪赏回 要么他在这段 不舒服的环境里 还是有利可图的 导致自己 会维系一个 不安全的安全感而已 无论哪种原因 都不是一个普通人 有能力去拯救的 你认同吗 因为这个 是很深层次的潜意识 信念与创伤的问题 除非他主动向外界 专业人士求助 否则凭借自己的力量 可能很难出来 你表意识告诉他 你不能在那待了 不管用 这不同于拯救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多少 还是在意自己的孩子的 虽然他们在意的动机 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所以有的时候 在某个问题上 看似你拯救成功了 可是从整体来看 这种关系的本质 依然没变 不信你就去观察 你父母的关系模式 又彻底改变了 没有吧 一辈子都这么过来的吧 所以其实你也拯救不了你的父母 看到没 很多时候人需要痛苦到一定程度 才有可能走到破釜沉舟的境地 最终彻底改变 但凡一段关系 还能让你有些许好处留恋 你改变的动力都不会很大 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所爱的人受苦 要允许自己在意的人受苦 更要看到导致自己受苦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才有可能改变这个行为和思维模式 因此受苦是有意义的 物极必反 当苦难特别沉重 沉重到你已经无法承受的时候 你才有了彻底改变的动力 接下来 请大家允许自己脆弱 我承认面对于一个有毒人格 你的确不能展示脆弱给他们 因为你的脆弱只会让他们进一步拿捏你 伤害你 而你的负面情绪更是他们的肤像供给 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有接纳你脆弱 不会评判你脆弱的朋友在你身边时 请允许自己脆弱 允许自己有负面情绪 并释放掉它 因为对于有情感同理性的人而言 你愿意分享自己的脆弱 反而可以深化你们彼此间的连接纽带 可能你以为自己的成长一直是过军奋战的 没有人理解你 可是当你遇到有类似经历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 你们都有差不多的伤痛体验 经历的差不多 你并非一个人 你们可以互相理解的 只不过你是否有勇气 去向那些不会伤害你的人群敞开你的心扉呢 展示你的脆弱呢 还是选择把自己的内心壁垒建立的高高的 为人不许禁 里面的城堡却是支离破碎的呢 前者是以信任大部分人是好人 是以爱为基础去建立新的关系 后者以恐惧为基础 认为别人都会伤害自己 而把自己内心封闭的人 你选择做哪一种人呢 而如果自恋者从今因为你的做法 而被迫展示哭泣与自残 你也一定不要心软 他们骨子里会恨你 因为你居然让他必须向你展示脆弱的一面 才可以挽回你 你欺负他 你让他产生了严重的羞耻感 毕竟他认为你会像他之前拿捏你一样 拿捏他 所以他并不会因为你的心软 与给他机会而感激你 相反 你一旦接受了他 他就会施展报复手段来伤害你 把对你的恨都释放出来 所以不要因为自恋者展示脆弱就心软 最后的重点 我们之所以不敢展示脆弱 也不接纳自己和别人脆弱 是因为害怕自己和自己在意的人受到伤害 可是伤害只有你允许 别人才可以伤害到你 怎么理解 就是别人如果有意来伤害你 你并不认同对方的观点 你也明白对方在投射给你他的情绪和匮乏 以及他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面在你身上时 你要意识到卡点在他身上 不在你身上 他都伤害不到你 所以不回应 保持沉默 难受的就是他自己了 这个就是投射性认同的问题 你不认同对方说的 他如何评判你 冲你仨伙 你都不回应 不理他 甚至看到问题关键点上 直接点出来后不参与了 你就已经和对方划情边界了 最佳的应对方式 就是沉默且冷漠 因为这样的人很受不了你不回应 不关注他们 你不回应他们 内心会有羞耻感 所以看似你沉默 其实是你把对方的情绪 评判 贬低 都打了回去 那既然别人无法伤害到你 你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回应 那还怕什么呢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您点赞留言收藏 并开启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